那整個大氣的狀況 因為那天我們看氣象局的資料還有微星雲圖 整個大氣是一個非常穩定的狀況 那天的大氣天氣條件一直持續相同的條件沒有變 那這樣我們可以看一整天的這個彩虹 那那天的大氣條件是什麼樣的 就是在海峽邊邊這邊有很多水晨器 我是從微星雲圖可以看到很多水晨器 那東北風也蠻適當的 那就是東北風、季風把這個水晨器帶上來 經過陽明山地形的台深 所以在文化大學的北邊這邊一直都有很多的雨 那因為這個雨在這邊已經下完了 所以過了這個大屯山以後它就下沉了 下沉的話就變得比較空曠 所以我們從微星雲圖上面很明顯 就看到這邊有雨然後這邊就有一個破洞 這破洞就是沒有雨的地方 那陽光剛好就可以從這個角度照進來 那剛好就灑在這個麻糕這邊 那這樣的天氣狀況 持續的將近一整天 我們都可以看到的資料 持續整天 所以這也是一個天時、地利、人和 我們可以看到這樣子的持續作者 在華岡這邊 我們的地利就是 我們剛剛是在一個華岡 一個小山頭上面 所以我們四周就是 這邊有山溝 然後這邊有盆地 然後看到海底是盆地 所以我們只是在獨立的山頭下面 那中午的時候其實彩虹的角度很低 所以我們在山頭上面 我可以看到其實彩虹在我腳底下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基本上可以算設到這樣的狀況 那這是地利 那冬天 剛剛我們去上級的同學講到 就是冬天那個太陽的角度不會很高 如果說在我們頭頂上的彩虹在下面 那剛好冬天那個太陽的陽角 不會到達四十幾多元 所以彩虹在我們地底下 但是不會掉到那邊去 所以剛好是這樣 天時、地利、人和 好,謝謝